而针对于赖佩霞这样的决定 有人认为赖佩霞的口条很好 跟郭董可以达成相辅相成的效果 但是也有人酸 说郭董是不是人选之人看太多了 就算赖佩霞曾经演过总统当选人 但毕竟只是戏剧 那我们纵观一下政界 艺人跨界政治圈的还真的不少 除了国外的美国前总统雷根 还有乌克兰现任的总统 泽伦斯基反观在台湾 也有立委余天跟高金素媒 而且专家认为明星本身的人气跟魅力 确实可以达到加分的效果 台上侃侃而谈惹得台下民众哈哈大笑 美国前总统雷根领受魅力十足 还曾被选为最伟大的美国人 而他就是演员出身 身穿标准的橄榄绿上衣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是艺人从政的最好例子 俄乌战争后更成为国际知名的领导人之一 而现在赖佩霞顶着艺人称号 摇身一变成为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的副手 有网友直接喊出人选之人的角色名 笑喊林月珍动算 还有人说赖佩霞口条好 担心他会说得比郭董好 但有人不看好直呼越选越闹 郭台铭是人选之人 看太多吗 乃哥听到消息也非常惊讶 有多首经典代表作的余天 在2007年首次从政 他拿着麦克风的手 不是唱歌 改成为民喉舌选立委 由最强女战神的五党级立委高金素梅 直询官员超大炮 但他可是导演李安经典作的女主角 演艺圈跨界政治圈 自带明星光环优势 但毕竟专业领域大不同 艺人能否在政治圈同样耀眼 还得看个人能力和造化 环着新闻 方庭谢君仲张志仁简红旗 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